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喂 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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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麥克風又沒有燈 喂 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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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聽不聽到 是在重複我說話 還是 還是什麼 先看看 我有一部iPad 聽到 對 非常好 對 很清楚 很清楚 為何我的麥克風是不著燈 我想用這個麥克風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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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沒問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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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複我說話 麻煩你 對 無限輪迴iPad 因為有讀者 想說 一下 今年少日夫長 其實 我又不是太懂 簡單 介紹一下 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問一下 今天星期 就是這樣 因為我連續兩個星期 去了攀石比賽 所以 時間 就改了到星期日 下星期就改回星期六 好嗎 但之後可能又要再改一下 要是十月 十月尾又去了 莫尼克開會 好嗎 清楚得爆 謝謝 對了 沒錯 今天 就說一下 因為 讀者要求 就說一下 2017年Shell Prize 是誰拿的呢 有沒有人知道 少日夫長 有沒有人知道誰拿 有沒有人知道 有沒有人知道 好像是今年年初公佈 公佈了 都差不多 四五個月了 好像 有沒有人知道 有沒有人知道 我還沒說過 Shell Prize 是誰拿的 天文學 是的 2017年的少日夫長 是的 2017年的少日夫長 是的 天文學 寫錯字 是 就是 就是 Simon Wright 拿的 他是英國人 但是 在德國做研究 他就是 我之前 做事的 Max Plan Institute 那裏的 主席 實際上 是我旁邊那間 兩間是黏在一起的 他就是 今年就好像退休了 他就是 Until 2017 是 Director of Max Planck的 Institute for Astrophysics 是的 就是 這個 馬斯普朗克 天體物理研究所 的 Director 那他研究什麼呢 他研究的 範疇 他拿獎的範疇 或者這樣說 就是 這個 宇宙的結構 OK 他就是 尋找 這個 可以說是 尋找 OK 這個 宇宙的結構 究竟 他想知道 究竟宇宙的結構 是怎樣的呢 他就做 電腦模擬 他就做了 電腦模擬 他做了很多電腦模擬 他做了很多電腦模擬 不只是一個 有一個最出名的 電腦模擬 就是2005年的 電腦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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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麼呢 叫做千禧 模擬 英文叫做 millennium run millennium simulation 或者 千禧模擬 模擬 什麼呢 就厲害了 他這個模擬 就是 我沒有記錯 就是 用這個 所謂的 cold dark matter 的 theory 去 模擬了 幾百萬個 就是一個 星系出來的 在電腦裡面 明白嗎 他用電腦模擬 的一個 語像模型 就叫做 我寫了 我這個標題 cold dark matter 你們 一聽 dark matter 就很興奮 cold dark matter 中文就是 直譯 冷 暗 物質 什麼為之 冷暗 物質 可以說一下 總之 少爺夫獎 Simon White 今年的少爺夫獎 Simon White 就是 因為他研究宇宙的結構 而獲獎 明白嗎 有什麼問題 隨時問 行不行 其實我又不是太熟 宇宙學 有什麼都可以問 那 什麼叫做 cold dark matter 你經常聽到 宇宙裡面的物質 很多都是暗能量 不要說暗能量 只說meta 我們所見到的 這個meta 就是 組成人類的 所有的元素 就是 所有的化學 這個 整個的化學 是佔了幾% 只是幾% 大約5% 其他的 全部都是 未知的東西 所以就叫做 Dark Dark 有一部分 就是 Dark Energy 不說 Dark Energy 因為真的沒有人知道 什麼 Dark Matter 就是另一部分 比較少 20% Dark Energy 佔70% Dark Matter 都是沒有人知道 什麼 但我們大約可以知道 它的性質 為什麼 因為這個 暗物質 暗物質 就會有重力 是會有重力 它是會跟這個 會跟我們所謂的 Normal Meta Meta 全能量 全能量 是有重力 是有重力 可以嗎 所以我們知道 它們是存在的 Dark Matter OK 牛可博士都說了 其實我可以不用說 OK 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問牛可博士 明白嗎 這樣呢 真的說 是 Lin Park 你叫我說 我就說 因為我不是太熟 不過我可以當作介紹一下 OK 因為三分威就是我隔離研究所的 這個 所長 都很出名 就是 每個人都 知道我在那裏做研究 都會問 你認不認識三分威 就是我不認識它 OK 那 一來 他是理論物理學家 OK 我不是做理論的 我說的 我都不是說 是一個熟 的 有錯 大家可以指證我 我說的話 不是絕對正確的 可以嗎 那些人 就會 不明白 究竟 就是 Dark Meta 或者 Cold Dark Meta 是什麼 就是 Honestly 我都不是說 是我熟 總之 Cold Dark Meta 就是指 它能量不太高 OK 它那個CDM 它這個叫CDM 的理論 這個C的C 就是它能量不太高 Dark Meta Dark Meta 就是Dark Meta 不用說 剛才剛剛說完 有些人會聽過 有些人會再加一個 叫做 Lambda 在前面的 一個希臘符號 叫做Lambda CDM的宇宙 Lambda 就是這個 Dark Energy 那些 總括來說 我們現在 科學 就要 有理論之餘 要比 這個 Observation 我們用 Lambda CDM 這幾個 构成 就是說 由一些 Cold的Dark Meta 構成的 宇宙 加上 Dark Energy 都應該可以 暫時來說 是比較能夠準確去描述 觀測的結果 這個 我們怎麼知道 這些 Cold的Dark Meta 理論是 對 對 你可以想到 有Cold的Dark Meta 當然有Hot的Dark Meta 對 我們 比較 這個 天文的觀測 天文的觀測 我們看到 很多很多 宇宙裏面 結構 宇宙裏面有星系 有很多個星系 星系組合在一起 就會變成 星系團 這些一個星系 它有很多很多個 組合成星系團 星系團 之後又有很多很多個星系團 組合 一些所謂超星系團的物體 不用理會 我們就 用Cold的Dark Meta Sun Wright 做了一個 simulation 就是剛才所說的 千禧模擬 跟我們觀測結果 相比 發覺非常相似 明白 所以 Cold的Dark Meta 不可以說 這個又是科學的問題 你的理論 跟實際觀測一樣的結果 不代表你的理論 一定是對的 只是 可以說 你的理論可以 製造到 跟實際觀測一樣的結果 OK 不代表你的理論 必然是對的 因為可能有很多理論 都可以製造到 同一個結果 OK 即是說 為何有蘇 你爸爸有蘇 但有蘇不一定是你爸爸 這個原因 但是 科學裏面 你可以提出很多不同的理論 不同的理論 有不同的 觀測結果 OK 這個 三分威的這個理論 暫時來說 是最符合 這個觀測結果的 所以 我會說 暫時來說 這個宇宙應該都是 Lambda CDM 這樣 OK 明白嗎 再深一點的理論 有些什麼問題 大家問牛可博士 行不行 我不懂的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 那個 就是 宇宙大概是這樣 OK 可以說一下 就是 有些人想知道 這個宇宙 就是它不同的 時期 出現那些 那些 那些特性 OK 就是我們常說 我們看到 那個 用望遠鏡 我們看到 遙遠的宇宙 知道它以前的結構是怎樣 OK 因為光需要時間 才來到地球 所以我們用望遠鏡看 實際上是看 以前的東西 OK 我們看看 看到最盡 就會發覺 就看不到下去 就是地球上面有支望遠鏡 是不是 一邊看 就看那些星星 那些星星 幾個光年遠 譬如是這個 我胡說 譬如是十億光年 十億光年遠 一邊看下去 就看到星星 代表這顆星 這顆光子 OK 是由十億年前出發的 射到我們的望遠鏡 所以我們看到的東西 就是十億年前 OK 這一刻 OK 就會是 十億年前 的 OK 的宇宙 這裡看遠一點 你可以想像 那就是越看越 越從前 是嗎 沒錯 看到最盡最盡 我們就會發覺 有一幅牆 在宇宙上 那一幅牆 即是牆 不是真的一個牆 我們就看到 整個宇宙 有一個很模糊的 一坨東西 我們永遠都看不穿它 OK 這一個大約是宇宙誕生之後 宇宙誕生後 大約是三十八萬年 OK 即是宇宙三十八萬歲的時候 它發出的光 這一堆 這一堆是什麼呢 這一堆就叫做CNB 就是所謂的宇宙的微波背景 宇宙微波背景的輻射 就是CNB的輻射 這是什麼呢 就是宇宙自大爆炸以來 經過了很多個時段 我現在說的就是 不是完全 不是一個全貌 我只是說了一些很軟的外貌 大家有興趣 就大家自己再研究一下 我相信如果有人讀這個宇宙學 知道的東西比我更多 明白嗎 在某一刻 我現在相信 應該是發生過大爆炸 在某一刻 即是宇宙第一刻的時候 就是所謂的Big Bang 就是大爆炸 爆炸之後 又有負責 又有什麼 什麼東西 不說那些東西 就是去到 我剛才所說的 這個CNB的時候 就是38萬年 我當是在這裡 是這個 這個就是 所謂的 用另一種顏色 就是所謂的CNB 剛剛說過了 這個 這個 那個 稅數大約是 這個 38萬年 OK 那麼多個零 是 以後是38萬歲 的時候 OK 發生什麼事 在他之前 OK 在他之前的話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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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樣說 我用我的字眼 你不要挑剔我 就是你挑剔我的字眼 我就沒什麼好說 OK 就是你挑剔我的字眼的話 就 你等於是要求我 寫這篇論文出來的 我現在就是 比較簡述的 去講解 給大家一個概念 明白嗎 那 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在宇宙 38萬歲之前 OK 那些 物質 你可以說 全部都是 游來游去的 什麼意思 游來游去的 物質就是 那些 粒子 就是電離了 OK 是電離了 在前面 因為宇宙的溫度很高 OK 是被氧化的 電離 電離 突 OK 行不行 電離突 對 好英文 電離突 那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有讀過這個物理 你就有可能會知道 對於這些電離了的 脫子 光是會被它散射的 OK 是會被它散射的 總之 什麼意思呢 就是光是 光是不能直線前進的 可以嗎 光是不能直線前進的 光不能直線前進 即是用望遠鏡是看不到的 即是看不到 你用望遠鏡說我們在地球 地球就是現在 譬如這裏 譬如這裏就是我們現在的宇宙 這一刻 譬如地球就是這裏 現在 我們用望遠鏡看去遠古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越前 時間就是這條軸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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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由零開始 零就是大爆炸那一刻 一路向前去 去到這裏就是現在 但是我們一路看向前 光都是可以直線地穿過宇宙 穿過時空 就來到地球上 但是在CNB這一刻 之前的宇宙就是電離了 它電離了 即是說 光不能直線前進 去到這一刻 就沒有電離 當然是不是之前電離了這一刻 之後就沒有電離 沒有電離 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那些原子就結合了 即是那些電子 和那些原子核 然後 就變成 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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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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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這裏 這個宇宙 可以說是清澈的 即是說 如果有人在那裏開電筒 應該是 光是直線地前進的 但是問題就是 在這一段時間去到 後來的一個時間 那個時間是多少 我先看看貓子 就是 宇宙大約是 一億五千萬年 五千萬歲的時候 在這一段時間 由三十八萬歲 到一億五千萬歲 之間這個宇宙 就是叫做 黑暗時期 就不是文藝復興之前 那段黑暗時期 這個是宇宙學裏面的 一段 所謂dark age 的時期 這段dark age 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什麼意思呢 俄仙文就說 有人開電筒 但問題就是 沒有人開電筒 沒有人開電筒 就是什麼意思 就是沒有星星 沒有星星發光 沒有開電筒 OK 所以就算說 你的光 可以前進 都沒有用 明白嗎 我們唯有看到 只是在這段 暗時期裏 有的光 就是只有 CNB發出來的光 即是說 很熱 熱到它 電離了 一邊冷凍 那個宇宙一邊膨脹 一邊冷凍 膨脹就冷凍 是不是 冷到那一刻 那裏那些光 就很熱 那裏發出來的光 就發覺前面 那些零碳 就全部 變成了 就阻止不了它 所以CNB 就可以 來到地球 給我們看到 所謂的宇宙微波 背景輻射 1970多年的 諾貝爾獎 好像拿了 是吧 忘記了 就是那個年代 那 這個 CNB 你扭開電視 也可以看到 CNB 明白嗎 你教它 沒有頻道的台 你可以看到 雪花 雪花一部分 就是來自CNB 這個 CNB 本身就是 很高能量的輻射 但是經過 差不多138億年 到現在 現在大約是 138億 128億年 就拉長了 因為宇宙紅移 所以變成微波 除了這些光 之外 都沒有其他光 除了所謂的 21cm的 Nutral Hydrogen 那條發射線之外 就沒有了 總之沒有人開電筒 去到1億5千萬年 大約是 大約1千5千萬年 就開始有第一代的行星 那些行星 那些行星就會發光 即是開始有星星 即是說這些 atoms慢慢聚集 變成了星星 那星星就會發光 這一刻 就是所謂 我們的所謂 叫做 Reionization 的時刻 即是從 從離子化 不是從離子化 從新地去離子化 因為之前是 CNB之前 就已經離子化過一次 離子化完之後 就結合回 電子和原子核 變回中性的原子 去到突然間 有一刻 宇宙開始 就有星星 就發光了 所以 這一刻 叫做 從離子化 的時刻 那麼 天文學家 和宇宙學家 現在相信 就是這些星星 一直發光 第一代 可能爆炸變成第二代 之如此 開始形成一些 比較複雜的結構 譬如是 在再前 再後一點 一刻 就會形成一些星團 一團團的星團 再後一點 就形成這些星系 到今天 就形成我們 多姿多彩的宇宙 就是這樣形成的 那這個 為什麼我要說 這個 大概的整體 就是 就是 這個整體 我們發覺 是由 你看到是由什麼 是由原子 變成一些星星 那些星星再變成 星團 星系 星系團 之類 諸如此類的東西 這個是由 從下而上的一個變化 從下而上 就是 從小 小的東西 開始 慢慢結合 聚集 變成我們今天 這麼複雜的宇宙 OK 那這個呢 這個呢 叫做 bottom up 這個 hierarchy 就是 cold dark matter 所 predict 到的 這個 宇宙出來的 OK 做了 simulation 剛才所說的 就符合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東西 另外有一些人 就是 例如是 Hot Dark Matter 或者其他理論 我也不太清楚哪些理論 總之 有另外一些理論 就是 這個宇宙可能是由 Top Down 這樣的 hierarchy 去建立的 就是說什麼意思呢 就是宇宙一開始 就是 形成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星系 星系團 黏在一起 但是最後 因為宇宙膨脹 分裂 變成我們今天 這麼的分開了 很多的宇宙道 那些銀河是 OK 明白 這個是 Top Down的一個理論 但是 就是 理論觀測 各方面之而此類 很多很多 多到我都不懂的 很多的觀測結果 就是 很多代的 宇宙學家 他的研究的血汗 心血 結合在一起的 證據就證明 應該是 這個宇宙 是 我剛才所說的 底下 上升的 這樣 不過不不排除 他日 都可能會 發現到 一些新的證據 都還未頂 OK 總之到今時今日為止 如果你問我這個宇宙是怎樣形成的話 我就要畫這幅圖給你看 就是這樣 OK 明白 大約就是介紹了 今年的Shao Pais 以及大約是這個宇宙形成的 非常非常非常之簡的簡示 有些什麼不明白呢 理論的事情 你就去問牛海博士 他是專家 我就不是 另外就看看大家有什麼問題 好嗎 是的 還是那句 我不好意思 我去了參加攀石比賽 連續幾個星期 之前回到香港 都沒有準備過 我還未 即是要備課 即是我講 相對論 我不是這樣說出來 都記得了 我備課 所以我就沒有什麼備課 這幾個星期 都是隨便講一些有趣的事情 上個星期講了GRB 今天就講一下宇宙學 我看看下個星期 轉回星期六 平時的時間 即是晚上11點半 大家就有空看一些 今天星期日 晚上11點 明天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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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明天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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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sma 彌子 等彌子看 Kenny Fong說會不會說解剖外星人 解剖外星人都認了說他是騙人 沒什麼好說 他不是認了嗎 說謊 很簡單 想知道解剖外星人是否真的 當然要拿他來驗一下 但我當 就算他一萬步 他不知道那個是否真的外星人 你驗一下 他身體內的細胞有沒有DNA 我不是叫你驗DNA 我是叫你驗一下他有沒有DNA 你已經知道他是不是外星人 如果是外星人的話 他身體內的遺傳因子 一定不是用DNA 我非常肯定 DNA是非常複雜的分子結構 如果你不是 如果兩個分開了各自 演化出生物的星球來說 都沒有可能會用同一套的遺傳因子系統 都沒有可能會用DNA 所以你一看你發覺不是DNA 你也好肯定他真的是外星人 但如果好像那個人 當年騙人的那個人 我看新聞說他用什麼 什麼是雞肉還是狗肉 還是牛肉 在街市買的那些肉 來假裝是外星人 你一驗就知道 明白嗎 當年阿時 今天是看真的 在播出來的 很恐怖的 我記得很小時候看的 在那裡切出來的 外星人有隻手 還是什麼 總之切些東西出來 很噁心的 其實為什麼這麼麻煩 你驗一驗DNA就知道 是不是 還有什麼問題 明天要放假的 Android S. Wu說 Chi Ho Chan 問現在看遠鏡看到的東西 是不是幾億年前發生的事 不是現在發生的事 沒錯 好像我剛才所說 你要看遠鏡看 其實你不只是在宇宙 你看很遙遠的 譬如你看一百米 你在一百米以外發生的事 其實都已經不是現在同一刻 因為光需要時間 由一百米以外走到眼裡 這就是相對論的精髓 這個是刻意相對論的精髓 我也寫過很多篇文 去解釋 解釋這個光束 和相對論 應該都看得明白的 大家去找回我的文章 那就明白了 或者我也拍過一些影片 你看看我的YouTube 記住 訂閱我的YouTube 可以嗎 你就知道 還有些 看看還有誰 看看還有什麼 我今天才經過ATV片廠外 無害星人 是的 還要繼續編師 他撿了一顆都繼續編師 Coin G-Wing說 Outside than G-A-T-C 什麼G-A-T-C Outside than G-A-T-C 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鐵沒有重粒子 Kenneth問 什麼叫為什麼鐵沒有重粒子 你說星星 你說星星為何合成最後為鐵 你看 是不是這個意思 你先回答我 康斯英說 他說用豬肉 是的 豬肉 好 用豬肉 他喜歡 他說什麼 對 Kenneth 你說為什麼鐵 是什麼意思 什麼鐵 是不是星星合成鐵 如果你是問 如果你真的問為什麼星星症可以合成鐵的話 我們就要有一個知識 有一種額外的知識 其實我在上一次的科學閱行 我就寫過 不過科學閱行是大家要買的 去台灣買 但是我發覺有朋友告訴我 是香港的公共圖書可以借的 上一期的科學閱行 好像是九月號 好 閱行 九月號 有我的篇文章 就是叫做《核子的故事》 我的篇文章叫做 《核子的故事》裡面 有寫到為什麼 最多形成鐵 現在可以再講一講解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如果你 大家首先要知道有些基本的 這個宇宙除了是重力 OK Gravity 還有電磁力 Electromagnetic interaction 好 冷是高深地用 interaction 這個字 還有弱的 interaction 和 strong的 interaction 這樣 在這個原子盒裡面 大家就知道 又有中指 又有質指 中指 不是中間的手指 不是這一隻 有一種基本的粒子 不是基本粒子 對不起 說錯了 有一種原子 中指 有些叫質指 質指 質指是帶正電的 正一的 那個電 中指是零的 電荷 OK 那個電荷 所以你就知道 咦 質指和質指 放在一起 那就互相排斥 同性就相距 對不對 那你就放在一起 為什麼可以放在一起 就是因為有 上面所說的 Strong Interaction OK 有一件事情 我們可以計算出來 就叫做 這個 這個 平均的核子束縛能 OK 那又要講一下 一個錯誤的 觀念 先糾正一下 我在那篇文章裡 有講過 大家找來看 可以嗎 可以嗎 去公文律書公問你 看 那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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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巧思哪一個 這個 核子束縛能 這件事 就有些人以為是 Strong Force 其實不是 這件事 是EM 是電磁力 和 強的 強力 就是這個 電磁力和核力 的結合 混合在一起 之後 所剩下的 一些 叫做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你平均 在原子核裡面 它每一粒 粒子 那些叫核子 就是中子核質子 那些叫核子 統稱 平均每一粒核子 它 如果 把它釋放開來 就是說 你把原子核 拆開 所有粒子 變成一粒粒 有幾粒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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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拆開了 這樣的話 你可以拿到 多少能量 有能量的 可以嗎 拆開了之後 所以 所以 我們發現 如果你把這個 拆開了一幅圖 即是由 1號 Hydrogen 2號 Helium 一邊拆開 的話 你會發覺 點是這樣的 這裡有些狗瓦 總之 平均來說 這條線 大概是這樣的 有一個最高點 這條線 最高點 一拉下來 你會發覺 是第56號的元素 56號的元素 就是鐵 鐵 就是擁有 最高的平均核子束縛能 的元素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你把它拆開 OK 你會 這個 你會 得到最多的 能量 OK 但是 你發覺 如果你再 合下去的話 OK 你由輕的元素 去合 你會得到能量 因為你放在一起 它就會得到能量 說錯了 應該說 你要用最多的能量拆開它 要那些能量放在一起才拆開它 沒錯 對 你將它合體在一起的話 你就會得到能量 OK 滑錯了 sorry 所以 你想像到 在行星裡面 你一邊合下去的話 由 只有輕元素 一邊合變成 海 變成炭 一邊去去去的話 你會一邊發光 那個行星 OK 就像太陽一樣 一邊發光 我們得到能量 地球上面的東西得到能量 但是你合到鐵就不可能的 因為你合到鐵的話 這條線是向下斜下去的 向下斜下去 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你需要放進去能量 才可以合到 比鐵更加重的元素 OK 那為什麼會有鐵的元素 就是 我記得是在第二場 還是第一場的 適海船機分享會 解釋了 OK 那為什麼 就是因為超新星爆炸 行不行 大家找一條影片來看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 明白嗎 講了為什麼 大家自己去找一些資料去看 行不行 這個就是為什麼 我們行星入面是合不到 比鐵更加強 sorry 比更加重的元素 那是什麼 Buffalo Milchun 這個GATC 4Bases 哦 DNA GATC 是的 謝謝 對 就是核糖核酸的 4個Base GATC 我不是讀拜阿 那時候 我中六的時候 所以我是 我的生物學知識到中五 所以你一講GATC 我是怕不到你講核糖核酸 不好意思 對 總之你看一下它 用起微鏡 看看它 然後你混合一些化學物 進去 檢查一下它沒有DNA 就知道 如果它沒有DNA 就是另一種東西 明白嗎 我把DNA CONCIL 因為DNA DNA DNA 好像是比鐵更輕 DNA 好像是合到的 對吧 還有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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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公佈一下未來的動向 OK 大家知道過了7000Like 多謝大家 未來也會繼續寫一些文章 出文的速度 當然有些人已經留意到很久 跟我兩年前的出文速度 就慢了很多 現在可能大約是一個月一兩篇 上下 因為我開始多了其他寫文的一些工作 叫做 Responsibility 我在物理商月行 也有寫諾貝爾獎專欄 科學月行 我也有寫一個專欄 另外 就是 凡科學那邊也有寫動漫物理學 另外 我還要做更多影片 其他東西 也有很多工作 還有我現在要教書 還有做研究 所以我寫文的時間 只剩下週末 所以就不好意思 寫文速度慢了 但是會比較多元化了 OK 那麼 有什麼問題 隨時都可以問 在我的Facebook 沒有問題 我隨時會回答 行不行 另外就是 不過我會維持 一直會維持 不用擔心 就是這個 星期六晚的 漁博講物理 OK 11點鐘 記住了 香港時間 行不行 是用香港時間為準 不用擔心 我這邊歐洲時間 下令時間改了 不用擔心 我會遷就你們了 行不行 總之星期六晚11點鐘 下一個星期見 明白嗎 還有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 李宥安說明白 謝謝 Werex Jones說 PB208 2008是它的Mars數碼 我已經忘記了 LEAD是Healthy還是Iron 謝謝 Werex Jones幫我答ける 即是說 LEAD是需要在超升星爆炸內 才會形成得到 即是说你现在地球上所有的Lead Lead是什么?中文 圆 所有的圆都是来自超声爆炸的 明白吗? 没什么呢? 这次就先说到这么多了 一如以往我这些软件都会上传到Facebook 大家不用担心 好吗? 那就下个星期见了 明白吗? 好 完